大家好,歡迎來到BallChange Channel 上兩集我提過ASIS Infinity 的爆紅 不僅為區塊鏈遊戲的發展帶來新的熱潮 亦同時令GameFi的概念和Pay to Earn 的模式成為大浪潮 對比上去年區塊鏈遊戲領域的投資額7200萬美金 而今年自至7月30日就區域了大約10億美金的投資額 相信整個產業的國體將會持續 所以今集我們將會分享5個未掌線而有潛力的區塊鏈遊戲 但FX的遊戲今次就不說太多了 因為他們的潛力大就一定的 我們首先會分別講解一下5個遊戲的玩法、特色、NFT、貝幣經濟模型 最後會一次過整理好他們團隊的背景和投資方 比較他們現時的社群和現在的用戶人數 簡單評個分,幫大家更加了解這個遊戲的發展潛力 最後我們會再額外講一講Poker Fantasy 雖然它不是GameFi 但它是一個主打以動漫日系封包裝的跨鏈NFT交易平台 是比較小而又出名 而團隊有來自香港的成員 所以值得我們去了解一下和支持 好,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了 第一隻My Labor Alice 這款遊戲融合了農場經營和建造的多人互動遊戲 是Botchains版的動物心友會 如果大家有玩過又喜歡動心的你就可以在下年試玩這款遊戲 官方公告遊戲的預計發行日期在2022年的春季 現在先到Steam加入願望清單 雖然遊戲未正式推出 但現在可以連一顆Alice玩到體驗版 這個遊戲玩法很簡單 任何玩家都可以購買和擁有虛擬賭序的所有權 在遊戲裡見識新朋友進行收集和創建各種新奇的物品 包括建築物、農創物、家具和動物等等 而只要玩家完成日常的休閒活動 例如釣魚、暴蟲和養蜂之後都可以獲得獎勵 去購買遊戲裡的道具設計自己的土地 遊戲裡的道具都是巨非同質化的屬性 即是區塊鏈熱門的NFT 至於遊戲的原生代幣Alice 除了可以在二級市場上進行交易 在遊戲裡都有不同的功能 例如完成任務或者贏得競賽的玩家 就可以獲得Alice作為獎勵 現時Alice的代幣總發行量就是1億粒 它怎樣分配就可以參加下面的圖 另外Alice還有Device的功能 玩家可以增壓去獲得利息回報 同一時間擁有Alice滿家可以通過社區委員會 以提案和投票的方式去參與治理過程 其中一些與平台營運和發展有關的問題 是根據Alice的持有者的喜好來決定 MyLaborAlice的發展方向位於瑞典的遊戲公司 Antela Interactive 現在公司是具豐富的遊戲發展經驗 曾經發行多款的經典遊戲 其中包括Crystal Piano First Journey 系列銷量已經超過50萬份 在今年的1月6日工作室宣布的遊戲 集資了210萬的美金 其中包括很多圈裡面的資本和投資人 有專業遊戲工作室的backup 遊戲決定風格和音效等等各方面都和動心一較高下 它的操作簡易適合各種聯名的玩家 遊戲整體風格輕鬆 可以為玩家帶來一定程度的減額 作為Pay to Earn Market Cap 第四大MyLaborAlice現時的Market Cap 大約3億 Alice現時的幣價是12.84左右 讓我們看看它的NFT和代幣經濟模型 先講NFT的部分 和多數Bordchains遊戲相似 MyLaborAlice中的NFT主要是用以表示限量版的道具 包括固定數量的土地、限量版的房屋、動物、蔬菜、裝飾品和人物的配件等等 在2月24日MyLaborAlice在BSC的去中心化拍賣工具 Bound Finance上啟動首次的拍賣 投標物就是由它裡面的動物 不夠一天就獲得了近1,500次的出價 總成交量是接近1,800粒BnB 以此值計算達到43.8萬美金 除了直接拍賣 MyLaborAlice中都設定了一個交易市場 給換家交易道具 還會將這些道具去連接到其他區塊鏈 包括Komir 以提高市場的流動性 另外團隊更會促行回購 將銷售NFT所得的一定比例的資產 用於回購部分NFT 實現進一步通縮的效果 所以相較之下 MyLaborAlice不但在遊戲體驗程度都大大提高 Device的玩法都設定得很微妙 不會太過複雜 但是有一定程度的好玩性 發展潛力都挺大 但是我認為動心好玩的地方就是它的自由度 而Alice正式推出之後 可不可以做到1點呢? 我就有點保留 第二,Skyweaver Skyweaver是一款以太坊質疑 Polygon上 進行的免費卡牌遊戲 大家可以在遊戲中進行交易 增送自己的卡牌給朋友 而卡牌在Skyweaver是以NFT形式存在 Skyweaver的遊戲開發商是Horizon工作室 由19年開始開發 由Reddit聯合創始人Elexis的基金領頭和監製 這個項目暫時還未發行幣 目前進行最後一輪的封測 大家可以暫時在測試網體驗遊戲 遊戲內容主要都是雙方英雄對戰 打出不同的卡牌進行戰鬥 當然不同卡牌會有不同的屬性和戰術 和英雄或者隨從攻擊完敵方之後就結束一個回合 藉著Skyweaver的遊戲有什麼特點呢? 就是它卡牌價值只是根據它的強度和供需求相關 金卡銀卡只在遊戲中看起來比較帥 在功能上就沒有不同的 所以如果自己想組成一套屬於自己的完美套牌 只需要在卡牌市場上購買就可以了 不像以前玩奴赤戰機這樣不斷開卡包 玩家的情況就可以加快得到自己想要的卡牌 照你有錢的話 還原卡牌遊戲最基本的樂趣 值得留意的是 卡片有分基礎卡、金卡和銀卡 基礎卡是你和Skyweaver帳號綁頂 是不可以作交易的 而金銀卡就可以作交易 或者當你打到前50名 每星期就可以獲得1-5個銀幣去買的 現時Beta版就已經有352張卡牌 這張畫風精美的卡牌都是自己獨特的作用 再它的卡牌設計質量特別高 那還有什麼原因令Skyweaver成為Ball Chain上面潛力遊戲之一呢? Skyweaver另一個值得提的地方就是 數據的統計做得很完善 在Beta版裡面可以看到其他卡牌Ball Chain遊戲裡面沒有的數據統計 例如Skyweaver可以查到其他玩家比賽信息和排名等等 這些信息可以令到玩家可以這樣挑戰好自己的卡座 然後針對性賣卡牌 享受卡牌遊戲的樂趣 甚至可能可以成為戰機比美的卡牌遊戲 雖然Skyweaver暫時還在測試調整的階段 還在進行封測 但遊戲的基本功能都大致上已經完成了 所以遊戲好快就可以和大家見面 而以盧石戰技最近幾個月平均玩家都超過350萬來的 我們相信Skyweaver推出之後 玩家人數一定不會少 相信可以帶動Game法的另一個熱潮 第三,Embersword Embersword是一個大型線上的RPG遊戲 遊戲都是基於Polygon的公鏈 是由丹麥遊戲廠商Bright Star Studio在2018年開始開發 Embersword是不需要遊戲安裝插件或者下載客戶端的 而只需搜尋你就可以登錄遊戲 遊戲內容主要是建立角色、選擇國家 之後就進入了反呼羅邦的奇妙世界裡冒險打怪 當然你也可以在裡面的土地創立自己的靈利 建造不同的建築物、放置資源等等 另外玩家都可以通過PVP和PVE 得到遊戲裡的土地和道具 也可以得到Embersword每個月 免費推出一系列的新的稀有遊戲物品 例如skin、表情和pay in之類 而遊戲物品都是為NFT資產 所以玩家可以交易和銷售它擁有的遊戲物品獲利 雖然用於購買土地的代幣Embers 還未有公開發行的計劃 而遊戲還未上市 但也無阻大家去搶去認購虛擬土地 在7月底剛剛結束虛擬土地認購有3萬2千個玩家支持 總銷售量已經達到2.03億美金 一共售出1萬8千塊土地 目前有6千塊新的土地即將發售 現在已經有2萬5千人排隊報名 那為何Eversource的土地這麼搶手 因為當你一次有土地 就可以說有較大的發揮空間 可以容納露營地、NPC房屋 還可以在上面建一個城市 然後你去下次物品銷售期間 所有的獎品都可以翻倍 Eversource暫時還未有發行代幣的計劃 整個項目現在正在開發 預計在2022年的年初就會發布Alpha的測試版 而在今年5月 Brightstar在一輪融資中集資了200萬美金 投資者都是來自Going Gecko Vengeance Delphi Digital AnimoCo Brand等等 這筆資金都會用於進一步發展 Eversource 以及僱用更多的員工 簡單點總結一下 我們可以視Eversource 是一種玩家驅使的MMORPG 遊戲玩家可以通過遊戲裡的活動獲得獎勵和賺錢 可以通過真正的土地所有權力控制世界 而因為有XIE Infinity爆紅的先例 又有YGG推波狀難下 以及搶土地的情緒 相信Eversource有機會成為眾多聯絡的核碼 是Broadchains版的Minecraft 第四 Illuvium Illuvium是基於以太坊Layer 2 上面建構的RPG和NFT收藏的遊戲 Layer 2的原因都是為了提升速度和減低費用 遊戲的背景就是講述一個宇宙的飛船 因為聚位 而導致一個很多外星生物 Illuvium的神秘外星世界 玩家作為精製飛船上的行船者 需要在外星世界上跟魔獸戰鬥 當你擊敗和捕捉它們之後 就可以用它們再跟其他魔獸戰鬥 在Illuvium的設計裏 有一百多種不同的種類和稀有度的魔獸 而捕捉它們的難易程度都不同 藍捕捉的魔獸是比較稀有的NFT 因為這些稀有的魔獸戰鬥力都比較強 在遊戲裏面用途比較廣 所以交易裏面自然都比較有價值 而主要用於捕捉的物品 包括了碎片、武器、揮甲、鑽物品等等 獲取的方式簡單又直接 要是玩遊戲過程中獲取 要是在Illuvium的DES的交易所裏面用ETH購買 而Illuvium在今年3月都發行代幣 代幣的代號就是ILV 官家在遊戲裏面得到的成就 就可以以ILV作為獎禮 ILV亦都可以用於作為Dow的治理 代幣的潮人可以進行提案 或者參與遊戲裏面的內容和升級的決策 ILV的代幣最大供應率是1000萬顆 它的分配就是大家可以參考上面 現時ILV的價格大約在USD480元左右 暫時可以在OKES、ZT、Bitval、GazeIO和BKEX上交易 ILV的創始人就是Pedan Rorick和Aaron Rorick 他們亦都是SNX創始人Kane Rorick的兄弟 這個都成為了ILV的幣圈被人關注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他們的權力都比較強大而全面 由遊戲到區塊鏈到藝術設計到營銷管理等方面 成員都是資深的人士 所以遊戲裏面的NFT具有四位陰影全息設計都是一個亮點 所以Bitcoin.com就是所CEO Danish Chaudry 都分享了去到ILV的行法 他以為作為一款可以公開透明而且受社區管理的收藏NFT遊戲 遠景和目標都受大多數項目所關注的普通加密貨幣的社區更進一步 他很期待可以看到ILV的發展 簡單來說,Game France的項目越來越多 但以團隊實力、資本背景、項目製作的質素來看 ILV絕對是非常優秀 加上它在Immutable X上啟動 為玩家提供低成本、又快速的NFT鑄造和交易功能 相信它的甜力值得我們去期待 後就是Guild of Guardians 是屬於一個多人在線的RPG手遊和ILV一樣 基於以太坊的Layer 2 他由一間成立於2014年烏克蘭的遊戲開發商 Stat People開發 連同它的設計團隊有50多位人員 他們曾經開發過3A級的遊戲 他們的RPG遊戲更加獲超過500萬的下載量 遊戲預計在下年的上半年上線 而Skill of Guardians是一個角色扮演遊戲 玩家可以扮演法師、戰士、精靈、獸人等等的英雄角色 在遊戲裏組成自己的守護者夢之隊 但英雄團隊在地下城探險尋寶 過程之中 玩家可以通過收集資源 創造一個有價值的物品和升級英雄 當然英雄還會分幾個牌別 元素和稀有程度 連每個英雄都有獨特的終極技能 這個設定會直接影響它在戰鬥裡的表現 以及玩家可以完成地下城所獲得的獎勵 多個玩家一起玩在Guild of Guardians的遊戲體驗 是成為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玩家還可以參加工會 訪問特別的遊戲戰鬥模式 展示和升級最好的英雄 和遊戲之中最強大的敵人戰鬥 獲得最獨特、最稀有的獎勵 遊戲裏面的英雄、寵物、裝備 都是NFT的資產 跟人家稀有度越高 市場上交易就越值錢 在Guild of Guardians設有寶石Gam 作為遊戲的貨幣 玩家在區塊鏈鑄造新的資產 進行銷售、購買或重要遊戲決策進行 社區投票時都會用James James會隨著時間分化給玩家和社區的成員 而James的總化量是2000萬顆 即上市的時間暫時還未公開 大家可以看它的觀望 看它如何分配和解鎖時間 值得留意的是Guild of Guardians 在第一批NFT的鑄造就已經實現了超過300萬美金的銷售額 13萬3千多個賽前註冊 所有的NFT幾乎都賣光 在目前為止 遊戲名單上14萬以上的玩家預先註冊 3.5萬個Twitter慣住 4萬個Discord成員 社區的反應可以看到 Guild of Guardians 已經成為不止玩家成為最期待的P2E的遊戲之一 講完5個Game Fight 最後讓我們了解一下Pocket Fantasy 它首個以日本動漫封NFT的交易平台 除了Ethereum Pocket Fantasy未來都預計在BSE、Polygon、Pocadoc、Cardano等等的公鏈進行部署 作為跨鏈NFT交易平台 Pocket Fantasy會整合NFT錢包、NFT側額功能等等 玩家可以購買、增壓、賺取代幣 持有代幣的玩家就可以享有特別發售的NFT搶購機會和折購優惠 Pocket Fantasy是以日本動漫和遊戲封作為主題 因為Pocket Fantasy團隊受日本動漫、漫畫和遊戲文化所啟發 希望在一個跨鏈NFT交易平台之餘 還可以提升NFT玩家的遊戲體驗 講到團隊Pocket Fantasy是由香港和日本的NFT愛好者組成的 他們的CEO Alex早在2016年接觸區塊鏈和加密貨幣的技術 他同時也是一間開發Airbundesack的co-founders 拿過兩次國際獎項上在產品設計和開發方面都有豐富的經驗 另外Pocket Fantasy邀請了很多來自日本遊戲大商的高管作為顧問 而投資方就有Morningstar、Woolwork Capital、GBV、X21、KON98 Ventures等幣圈常見的投資機構 相信有這麼強大的合作貨幣和這麼多的投資方的青睞 Pocket Fantasy在隨後未來NFT和DeFi的跌合 它的成長規模真的很值得能期待 今集又來到尾聲了 大家可以參考我們最後這個表格 頂合和比較上面講過幾隻Game法 隨著近期Game法的項目不停湧現 傳統手遊融入Pay to Earn的模式 相信這個模式將會成為未來遊戲市場的一個大趨勢 但我們都可預見到這個趨勢將會持續面臨不少的阻力 好像因為鏈遊可以自由出入金 不可以成為政府的稅源 就難免受到政府監管或者鏈遊開發團隊 如果沒有原版遊戲的版權或者授權的話 就會形成版權心犯 遊戲長期發展樓是一定的隱患 而我們一定會提醒大家 如果要入場在鏈遊賺錢的話 都要記得做好研究 控制風險 隨時關注市場情況 有什麼不對路就很即時離場了 Blockchains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之後都繼續支持我們 一起推廣幣圈生態的發展 記得CLS支持幣圈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